众所周知,曹操这个人疑心病很重 当年华佗为了给他治病,打算给他做个开颅手术 结果曹操以为华佗要取他的命,便把华佗给杀了 而曹操身上这样的事也不在少数 当年他在刺杀董卓失败后逃跑 借宿朋友家后,误以为朋友要害他 结果便把朋友全家给杀了 当时跟在曹操身边的陈弓看得是触目惊心 怒斥曹操,这是为何? 曹操说了一句话后,陈弓怒骂他无耻 便与曹操分道扬镳 那曹操究竟说了什么呢?咱们接着往下看 董卓入京后,开始在朝廷专权 当时曹操还是个爱国青年 为了除掉这个祸国殃民的家伙 曹操是舍得一身寡,也要把老贼拉下马 结果在刺杀董卓的过程中 曹操却意外失了手 曹操虽然不怕死,但也不想做无谓的牺牲 所以开始了逃亡之旅 董卓大怒,下令各州郡捕捉曹操 曹操在逃到终谋县时 被当时的县令陈弓所捉 陈弓佩服曹操孤身杀贼的勇气 所以不仅偷偷放了曹操 而且还器官与曹操一同出逃 后来曹操与陈弓逃到了他父亲朋友 吕博舍 八字算命书,雅成八字命令 是基于生辰八字推算的一门占卜书 向大家推荐一位研究八字命令 二十余年的道长 擅长八字算命 居家风水布局 灵福法事 道长微信 二零八八二九八八 到在门外 正好碰到了买酒回来的吕博舍 吕博舍看二人急着要走 便说 正打算给你二人杀猪吃肉呢 吃完再走不吃 曹操心中虽然也有些愧疚 但为了避免东窗事发 便将吕博舍也一并杀害了 陈空怒斥曹操 问他为何要杀吕博舍 曹操悲凉地说了一句 你我负人,五人负我 而这句话到了三国演义中 就变成了 宁教我负天下人 修教天下人负我 直到此时 陈空才明白了曹操的人品 遂与曹操分道扬镳 后来陈空现实投靠了许州母逃迁 曹操因为父亲的死 要攻打许州时 陈空又投靠了吕博 吕博战败后 陈空也被曹操活捉 曹操对陈空还是念旧情的 极力劝他归降曹营 但陈空却誓死不详 陈空死后 曹操曹替他孝敬父母 抚养子女 也算是人之意境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轢转发 打赏了 明镜与点点栏目